uten s Grand 热关面对挑战 款式感恩 这是我四十年前才讲的话 我觉得一个人只要感恩的时候 你碰到困难就不会怪别人 也不会自暴自弃 碰到困难 你要感恩 为什么会碰到困难 你要学习 要还行 当你成就的时候 你就不会自己把自己过得膨胀 有感恩的时候 你会变得比较前辈 感恩的时候 你会更大力量 硬性面对很多挑战跟困难 我们不是为感恩而感恩 我说真的是感恩 那么记得我在20岁的时候 我突然觉得我长大了 我是大人 我30岁的时候 我突然系统性很强 想要做一些事情 所以我31岁创大集团 我40岁的时候就想追求作业 50岁的时候就想做更多事情 很在意别人的看法 我60岁的时候 好像已经是只有感恩跟珍惜 所以我现在从20 30 40 50 60 一直过来的过程里面 我这样的一点 我对我的学生最有同仁 不必等到60岁才感恩 有机会就感恩 感恩会给力量 是会正能量更多 困难困难 你会把用正能量来 把你的负能量减轻 人工作一定有困难 一定有挫折 一定有不理想 这是必然的 所以我很少很少有抱怨 很少很少抱怨 那么也不是故意地做真相 我觉得我的心情就是这样 就是一起分享 所以感恩对来讲 是我的生活整则 是我生活整则 那么到现在为止 我每天都好珍惜这一切 那很珍惜你就会感恩 这是我想我跟你做这样的理想 做任何事情就是珍惜 做任何事情就是感恩 感恩很谢谢老师 谢谢 今天精彩的分享 每一段都讲得好精彩 是吗 而且有很多观念 平时我们做到这一段 真的吗 对 我们会谈到艺术等等 今天谈了你的生活 你的理念 对